大家好 今天是8月1日 星期一 又是新一個月 8月份第一個交易日 應該都令大家頭暈倒了 今天有很多消息 我一會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但開頭的時間 先回覆KC 我想問你為什麼會這麼清楚 我在做什麼呢 不是說笑話 喝啡 看社區盾 粥豪菜 吃薯片 那天我通通都做完了 對我來說其實都是假密的方法 尤其是喝咖啡 其實喝咖啡 是不錯的 但我更加享受 沖咖啡的過程 大家如果有 喝咖啡 手沖咖啡 其實有很多工序要做 而經過那個工序 你再喝一杯 你會喝一杯 你會有滿足感 這樣 我都當作是一個 減壓的 不,我減壓也有很多其他方法 例如 近來 反而我最喜歡 我真的 上youtube 找一些 考古 歷史 恐龍 這些東西看 芯片 這些東西看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在 生活中 找一些東西 幫自己減壓 也希望大家 可以 工作 工作壓力 但也可以找到一些東西 令自己減壓 是的 但也 多謝你 多謝一些朋友 都支持了一段時間 多謝你們 最重要是大家都要開開心心 不,我覺得 有時候市場是很欠人玩的 即 今天 今天已經是一個好的例子 你見過市場又升下落跌下 那 還有 今天其實多了一隻匯控的東西 那隻匯控叫做 是 撐著市場 令到市場不需要怎麼跌 但有很多板塊 例如內房 甚至乎個別的科技股 各別都很慘烈 一會兒和大家 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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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再分享一下 那 但想說回大市 先 因為我見有朋友 都說 7200正向兩倍 說今天都金丟了幾個時間 可能也算是 止虧了 其實呢 如果說回市場 其實市場 我覺得是 很兇足 如果你說玩 棋子點數的話 都很兇 玩一下 因為那個變化 因為今天的時間 其實以早上來理解 外圍比較上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好消息 大家都關注著 現在 這個佩洛西 就是 現在 來了 亞洲區的訪問 中美的關係 好像 越來越緊張 那麼 市場的氣氛 就差一點 另外 也是 內地的內房 那邊 始終好像 大家都 對於這個陰霾 都揮之不去 你看這些情況 令市場的走勢 比較多 惡足 唯獨是 因為下午的時間 匯控業績比較好 令到 大膽 令市場 最終 謀丹計數會有一升 但是 這個情況 我相信 還是持續下去 大家都預期 在未來這一段的時間 市場 仍然會很 刺 但是 下落去去 都只有一個 刺 好像又不太升 又不太跌 是會出現 因為 沒辦法 大家試想想 現在 那些因素 大家說 如果大家要說市場 有什麼因素 會影響到市場 都沒關係 但是 如何去向 雖然我覺得 沒什麼 大家只是 當作花槍 沒什麼 但是 這個氣氛 也會令市場的震盪 有機會會保持著 第二 這是 內房的問題 我都不知道 如何收拾 第三 就是 內地的疫情 以至經濟狀況的變化 因為 數據又不太 這也是 PMI出來的 影響到 而 第四 就是 這個 叫做 美股那邊 美股那邊 我真的覺得上星期 甚至乎 7月份的時間 那邊是太厲害 我有些擔心 無以為計 是的 還有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我覺得 一些人太樂觀 對於現在 美股的行情 甚至乎 對於 加息的事情 我覺得 太樂觀 所以 美股 隨時有機會 都會有些震盪 所以 如果你這樣計算 這條數 就有些業績因素 對嗎 那麼 整個市場 就很好看 甚至乎 你可以說 有機會 只有一個震字 到 可能 現在上了二三百地點 但是 最終埋單計 市場好像有一點二 不上不下 這樣的情況 所以 大家 所以 好像 Winston 好像是 7200 正向就止虧了 都沒辦法 那先游去 但是市場會不會下 今天很有趣的 今天做節目 吳嘉雯同節目 那 我說市場 我自己覺得 是不上不下 甚至乎 在二萬店裡會拉 他都說 我應該太樂觀了 哈哈 我想是今天做節目的時間 我想是比較樂觀的 大家應該都覺得市場會下 但是我真的覺得 很多因素 其實 很多事情已經完全反映了 只不過就是 反映了之餘 那麼 會有機會出現一些 比較利好的情況 像市場一旦 可惜沒有 所以 當你沒有好消息的時間 這個市場的彈 當然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反過來 你的市場 如果你有些 除非你有些 中了部利達的消息 如果不是的話 沒有在這位置 拉腳 所以 我就傾向於 那些二萬店 哪些位置 要暫時 拉腳一下 這樣 機會比較大 但是 你買了一些 ETF的槓桿 比較上是有點尷尬的 即是當市場 現在 突然之 好像今早的時間 你都看見他 想對下去 按道理 那就會減市 但是現在 我覺得 即是某程度上 既然市場好像不定 的時候 還是減少一些個股 即是 如果要入市 減少一些個別的股份 即是安全的那些 沒有問題 但是那些要追入內房 其他科技股那些 就真的要 看好消息 部署會好些 那麼說了那麼久 當然要講一下 媽媽8 是不是 大家應該都 今天看著媽媽8 應該都有點 是 是 不幫不割的 是不是 那麼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媽媽8 上星期的消息 好像被 美國SEC 列入了 在除牌名單裡面 那 他的股價很震盪 我星期五那晚 我見到這個消息 所以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不是預了嗎 那麼 中概股 其實你都預了 它會有機會 放進去 應該說不是有機會 是都預了 會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 對於那一晚 他的股價大跌 那一天 那一晚 其實我有少許意外 即是 我會覺得 大家真的 預了 但為什麼這麼大反應呢 而且 你要深深一層 其實 公司已經在開始 部署 雙重上市 那麼 這些 其實 大家都應該 預計了 會有這個風險 而且 我剛才都說 其實你現在 即是中美 會計底告 這件事情 兩個本身的 取態都不同 兩個本身 就是 他們那個 那個 出於那個動機 都不同 那麼 所以 其實不能談 這件事情 大家是沒辦法 所以你預計了 最終 所有 中概股 都有機會 是要被除牌 但是 大陸算除牌也好 就這樣說 都不是短期待的事 至少 三年時間 這三年其實 已經很多事情可以做 你可能 可能可以把那個 主要上市的利益 搬來香港 把股份慢慢轉過來 所以 我不覺得影響 真的這麼大 只不過短期 似乎你都可以說 這麼多 對於一些中資科技股 或者商經濟股份 你計算 這麼多負面消息 這就是因為這樣 但是 我也強調 100元以下的 阿里巴巴 我常常覺得是OK 所以 NY 都還可以先拿 我真的覺得可以先拿 為導師 留意一下 星期三的業績 記住 業績差 已經預算了 即是你說 它預算出來是差的 那我看看 出到來差到什麼程度 但是差 你借到它三成以上 你當是三成 真的預算了 真的預算了 所以 我覺得 如果以前預計之內 出到來 不是太過差 其實是去到一旦 還有 我覺得大家這一陣 當大家可能怕 怕完之後 怕除了一旦 之後 它的價錢 打上去 應該是不難 所以 為什麼 你看到我對於它的看法 對於市的看法 不是太過差 甚至是比較樂觀 即是不跌下去 就是這樣 可以 再看看 它的情況如何行動 但是 除非有再最恐怖 利淡的消息 否則 我又不覺得 他媽媽會再跌得多 那 既然先說一下 科技股 我先說一下車股 我見到朋友 都說 小鵬汽車 怎麼這麼多 是怎麼多 其實 你說這一類的新能源車 這一陣子的股價 表現是頑皮的 今天就有一個反彈 還有 你說今天 收市之後 錄這段影片的時候 小鵬 理想 都已經出了7月份 那個 賣車的數字 增速 即是銅尾增速 其實是慢的 但是賣車的數量 跟好像 6月份比的話 都是差了一點 但是 這個我猜是一個 即是可能 目前路上 可能 我叫做 銷售 製造好方面 可能有些影響 因為有些地方 始終是之前的時間 有些可能是封城 封區的那些因素 還有一些 芯片那裡 可能有機會又差了一點 所以 如果賣車的數量 跟6月份相比的話 可能真的會差一點 但是 現在 最新 好像 這個叫做 零跑汽車 還有兩間公司 大家比較少聽 一間叫做 零跑 一間 叫做 拿渣 兩間都是電動車 規模上 跟你說 為少你比較的話 不是差很遠 即是他們賣車 他們賣車的量 都是萬多架的 好像零跑 他最新充報的數字 都是交付一萬二千架 應該比理想更多 但理想 因為他之後 他出的L9 應該按道理 銷量 即是他會 供給銷量 所以 令到 他的車 可能要賣車 打學時間 出貨量 又會增加不少 但是 這個板塊 始終是多消息 即是多一些 政策面的消息 你見到他的股價 也不是一旦 都因為這些 可能是這些 新能車免稅的 所以另外 他的股價 打上來 不過 我仍然覺得 仍然可以拿 我覺得 未至於很差 對 可以有貨的話 再 先拿貨 先 等一個機會 再高一點的時間 再想想 走不走貨 另外 講到這裡 也可能要講一隻五毫仔 就是五毫仔 說今天是業績 而且 多家出了一份 是挺不錯的 成績表 沒有理由 不關他 是吧 五毫仔 我想大家有很多分析 大家聽到很多分析 其實我不會再特別 講太多 因為 應該 但什麼都講完 我純粹想和大家 分享 在業績裏面 有什麼好的地方 他自己也講到 基本上 預期今年的淨利息收入 都會有一個 中單位數字的增長 但到2023年的時間 他的預測 很不錯 因為 用這個數字去看 用這個數字 大家可能會比較清楚 他預計 2022年的時間 那個淨利息收益 將至少 達到310億美金 這個 是 2022年的數字 2023年 達到多少呢 370億 即是 給2022年的時間 至少增長 兩成 其實這個數字 是挺不錯的 因為你想想 2022年的時間 他的 貸款的增長 是中單位數字 但到了明年的時間 就增速會加快 這個也可以說 是一個比較樂觀的預期 大家也知道 他會派到貴度式 在夏天的時間 所以不同 你可以說 他這次 他的展望方面 似乎很多地方 都出來了 令你覺得 是挺正面的 你可以說 這份和返回之前的時間 就有些 叫做 有少少的分別 另外 他也提及到 今年以後 不太可能 再重新一步 會有些 回購互分的行動 不過 未來一年的時間 他會預期將 超速 這個執行策略 所以 值得留下的 剩餘支援 回購互動 可能會再回購 這樣情況 所以這份 業績 剩餘方面 我也會購買的 OK的 至少 要正面一點 正面一點 OK的 OK的 那 但額色又不算很吸引 如果問我 額色 其實現在 很多股份都可能會比他高 那麼 他現在預計都是派 他覺得 他也預計 2023年 季色 首三季的股色 是不會 是會 是會低於 2019年 派每個一毛錢的水平 你可能會預計 八仙 可能八仙 七仙 九仙 這樣 你計算數 其實不算 很吸引 這樣計算吧 所以 每項有貨 就先拿著 沒有貨 就不要建議買 那 恆生 我應該知道 不用買東西了 恆生的業績 其實出來 已經算是差的 但是 比喻其中 我覺得 也算是差 所以 我兩間公司 現在 五隻不算差 不過就不買 去住 如果你幫我選擇的話 我們已經選了一隻 九四一 夠安全 那 最後 說一下 物館股 例如說一些 內房股 內房股 又不用看了 就是差了 但是 特別想說一下 物館股 因為有隻 金科 金科服務 九六六六 大跌的 跌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他 把15億的錢 借給母公司 那 15億是什麼概念呢 你看看 金科服務 他本身有大概 是 截至上年底的時間 大概是 50億的存储 50億的現金 你想想 借給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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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用了 三文次日 其實是誇張的 15億 你想想 一隻東西是三文次日 最慘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母企 好像是金科股份 其實是在內地上市 之前披露回 就是說 他一年內要還的 債務 那是要三百多億 其實你想想 15億 都是輸出車身的 重要 他的總負債 可能是二千多億 所以你想想 為什麼今天 他的股價會大插呢 很明顯 大家怕他 不斷向母公司 輸血 對股價真的會有大影響 還有呢 因為這個做法 就是說 你說 用物館的公司 去抽取錢 去幫母企 這件事 令大家 可能有個負面印象 就是 很多一些 物館公司 都有機會 用你一招 救了媽媽 所以 假設你看到 一些母公司 本身的 負債很高 再加上 如果有這些 子公司 這一類的物館公司 的話 因為股價已經很差 除了一隻 一二零九 一隻 懷龍萬象 那隻 真的是出型起的 但其他一些 物館公司 表現今天就很頑皮 我都預期回 就是說 因為始終這些消息 當然 是不是全部都會這樣做呢 應該不會的 但是 你一間做出來 一個這麼負面的印象 一定短期的時間 會困住這個品牌表現的了 所以我也維持之前的說法 就是說 第一 物館內房 不保住 第二 想買也好 只要可以選一些 以後有強的那些 才可以 其他一些 就不要考慮了 這樣 對了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那我們 明天再見 拜拜